69岁的资深艺人陈寅杰 因为教唆卫造有价证券罪 今年的8月被判刑入狱 但是患有老人失智 还有脑袋退化等等症状的他 就曾经向法院来申请暂缓执行 但最后还是被驳回 不过身为他好友的资深音乐人许昌德 今天突然在脸书发文 许昌德表示 陈寅杰老师急性肾衰竭 败血病还有急性呼吸衰竭 高血甲急需要洗肾加护病房 对此矫正署也证实 陈寅杰被医生诊断急性肾衰竭 申请了保外就医 目前仍在医院急救当中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智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